-你再重複一次你月薪多少? -10千塊錢 -你被扣幾個月的工資? -幾個月?怎麼了? -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網信辦前幾天說 在春節期間賣財 這個都是要被拘留的 被罰款的 -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是大年初三啦 四川的李阿強一直打電話找我 那因為我沒空 今天剛好有空 可以來接通一下 四川的李阿強找我到底什麼事情 然後新年快樂的李阿強 可以跟各位觀眾分享一下 -我XXX的八九一終於接我電話了 -你之前是不是爬了? -我告訴你 -我現在過得這麼差 -全部都是你害的 -前段時間已經緩工作了 -我去重慶裡面 -那麼多家餐館裡面飲品 -結果全部都是無收我 -最後找到了一家糾店 -他們說了我到大堂敬禮 -之後有機會到總敬禮的位置 -苦苦煎熬了那麼多年 -最後終於可以出來 -偷提廣中幼稚圖了 -等我進去了之後 -他給我安排了一個 -史無不報章敬禮的位置 -什麼部長 -他告訴我這是一個很大的館 -進去之後發現每天趕的工作都是搭雜 -打收衛生呀傻的 -欺死我了 -聽說他拿一個經歷 -幹這種事情 -可是嗎 -你之前是幹工地的 -那你現在轉去飯店 -然後你去飯店一開始就想要做經理 -你現在月薪多少 -他們給你多少錢 -月薪說實話 -屌打你們台灣所有 -我不敢說所有人 -打不犯人都被我屌打 -因為我在酒店裡面保濕保住 -雖然宿舍的環境非常惡劣 -連空調有時候都會搂水 -我那邊怎麼忍 -不開空調我會懂事 -但是起碼工資四千塊錢 -這個四千塊錢 -因為一直看你在我下面留言說 -你大年初二才放假 -除夕跟大年初一不給你休假 -他們一直叫我說 -要我假班 -其他員工都在假班 -我為什麼不能假班 -剛開始說假班會給我假班費 -他們不講誠信 -沒有給我假班費 -可不可以讓我 -坐貨車回家過幾天年 -那幾千的工資不要給我算 -結果他們竟然說補薪 -因為我知道我們九點的規矩就是 -你趕幾千活給幾千工資 -我以氣是想離開了那個九年 -我就跟他們說我先回家過年回來我解釋看 -這幾天的工資幫我扣掉 -然後就在板野三哥做了那個火車 -大概是晚上九點多 -坐了那個火車去回到我的老家四川 -等我下了火車之後 -我竟然收到那條訊息 -主管警令發過來 -他說把我整個月的火車都扣掉了 -你說這還有錢 -你嗎 -把酒你說呀 -所以你回公司之後還要繼續幫他免費打工 -我搞出你十千塊錢 -我買了很多的手板 -手板是什麼 -就是一種董班的那個模型 -比模型要高級很多 -我聽不懂啦 -反正你把錢拿去買日本的東西就對了 -那些版話是日本的 -這個沒有錯 -但是我覺得我喜歡手板 -有錯吧 -因為我覺得我喜歡手板 -這個是個人的嗜好 -沒有任何問題 -沒關係 -我也不想知道你的興趣是什麼 -總之你想要分享什麼 -你回家過年了 -然後 -我下了車之後打竹竹車 -車上有一個小學生跟他的父母 -那個司機說叫我品車 -我因為太累了 -因為我前一天還在趕工 -我在車上水灶了 -狗是霧露上面一直堵車 -但是我很累 -我沒有管住他 -我一直睡覺 -倒了我的地方 -他收了我一千五百塊 -我就在想 -你XX的為什麼要收我一千五百塊 -那對狗骨子下車了之後 -要我顛覆了百分之七十的 -七十的那個費用 -他還說 -我一個打男人 -不要跟他們脊交那麼多 -那個司機是懂了 -輕微 -所以說的話 -讓我顛覆了那麼多錢 -我後來才知道 -他們故意撈了原路 -明明是我的 -我的老家耿晉 -更順路 -結果他們撈原路 -先去了他們家 -導致我的錢 -活了那麼多 -氣死我了 -大白癖的 -哇真的是恭喜發財 -新年快樂耶 -這些都是你害我的 -你未來都要還我的 -你在我的youtube上面留言就算了 -你最近還去我的 -IG下面的每一個動態 -貼文下面留言 -你有病是不是啊 -我XX的八九 -我回到假之後的話 -等到主屋開了九星 -我跟熊孩子分到立足 -結果他們上來的菜 -都被熊孩子們搶光了 -我一口都沒吃到 -我只吃到那些主菜 -牛肉 -口粥子 -都沒吃到 XX的八九 -都是你害我的 -前幾天在youtube嗆我 -你說我發紅包給我的家人 -給我的父母 -然後你說 -我是因為要討好我的家人 -我是因為沒有地位我很窮 -所以我才要拿錢去孝敬別人 -你說你是高貴的人 -所以你父母要孝敬你 -因為你父母要討好你 -是吧 -所以你還在跟父母拿紅包 -那是因為我顯然還沒有去到媳婦 -我家裡的景氣比我高得上 -每都應該把紅包給我 -我沒有想起他的景氣要紅包 -我只想我的父母要紅包 -他們竟然沒有給我 -還把那些紅包給了熊孩子們 -請死我了 -然後他們還在炫耀 -你都快三十好幾的人了 -你還沒包過紅包給你父母 -結果那些熊孩子 -還把我的手辦給弄壞了 -他手辦一個要多少錢嗎 -多少錢 -整辦的手辦一個起碼要幾千塊錢 -被他們弄壞了 -結果他們的父母跟我講說 -我那麼大一個人了 -這些玩玩這些手辦玩具 -都是非常的有志 -就應該給他們玩 -我把賣屁的稍微 -你看我把那些熊孩子 -所以你心中很不滿是不是 -有心沒有遲到 -手辦還被熊孩子弄壞了 -看你在YouTube上面說你休假幾天 -兩天三天 -四天 -我看你前幾天笑我們台灣人 -休假比你少 -但普遍來說我們過年期間 -都是兩倍甚至三倍的工資 -正常來說的話是放九天到十天 -那是因為你們台灣人國的太好了 -不懂恥酷教育 -不懂感恩教育 -那你不是說我們台灣人很窮 -又說我們過得很好 -我XXX的馬來屁的把酒 -你每天侮辱偉大的足夠 -你早下了不少的口業 -有一個你們自己中國網友製作出來的數據 -中國普遍來說 -養老金啊 -都是一百到兩百塊人民幣之間一個月 -最高最高的上海也才一千一一個月 -這是你們自己做的數據 -我們台灣是五千五人民幣 -你說我們台灣人又很窮 -台灣人又過得很好 -然後台灣人又在侮辱祖國 -你這個一兩百塊的退休金 -是誰在侮辱祖國啊 -他們就是要過得不好 -也是他們福報不行 -那你剛剛前面在跟我賣產 -那是不是也是你自己福報不好 -我XXX -你現在心中有什麼冤屈 -然後你都要找我講 -你要找我發洩 -然後我不接你電話 -你又再靠邀我 -又希望我幫你維權 -你本來就有以物維權 -因為你的生命意義就是為了 -為他來服務 -所以你的手板那些才會被小孩子玩壞 -你的生命就是為他們服務 -那你為什麼覺得 -我會想要被共產黨統治 -你不想被共產黨統治 -是因為你是罕見 -我要娶你的媳婦 -這樣親戚才看得起我 -因為等我娶了媳婦之後 -我就可以傳統接待 -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娶一個台灣的媳婦 -然後你還沒見過他 -他也不喜歡你 -我怎麼沒有見過他 -你把你的媳婦聯絡出來了 -他現在是我的媳婦了 -所以你從影片看過他就等於見過他了 -所以你也見過我了是不是 -是的 -好啦好啦 -你說要搶我媳婦 -已經說要搶兩年了啦 -順便提醒你一下 -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-網信辦前幾天說 -在春節期間 -賣慘 -哭窮 -說自己很窮 -破產多麼的不幸 -抱怨 -都是在渲染社會陰暗情緒 -這個都是要被拘留的 -被罰款的 -所以我應該要把你舉報給公安局是不是 -還是這個網信辦 -我跟那個酒席裡面的保安黨一起釋放的時候 -他們也在賣場 -他們說 -他們現在的工資越來越低 -都還吃不起飯 -他們總之就是在給我們偉大的擋播 -可是你剛剛的行為是在抹黑你的祖國啊 -你說你被扣工資 -然後這個加班又沒加班費 -然後休假又少 -多麼的慘 -然後坐火車 -坐這個計程車又被騙錢 -你不是就在給祖國抹黑嗎 -啊不能這樣啦 -你們縣城在哪裡 -你們是哪個村的 -全部跟我講 -我一起舉報 -全村舉報 -圖村 -他這八百屁了 -八百屁了 -好啦好啦 -我真的會把你這段然後截取出來 -丟給中共的網信辦去舉報你 -抹黑祖國 -春節期間散播不實謠言 -其實你很有錢的你知道嗎阿強哥 -你每個月月收入都十萬人民幣以上耶 -對不對 -你在那邊裝什麼窮賣什麼產 -這樣是不對的 -你很幸福你很快樂 -你家有十台法拉利 -二十台兵力 -三十台寶馬 -你不愁吃穿你為什麼要裝窮呢 -我XXX的把球 -你又在五千五了 -那些傾人的話 -他們說他們不批換性命 -就算你不舉報他們 -我也會舉報他 -沒關係 -你舉報他們 -我舉報你 -好不好 -不然這樣子 -你再重複一次你月薪多少 -四千塊錢 -我覺得已經夠高了 -好 -你被扣幾個月的工資 -幾個月 -怎麼了 -比你們台灣生好 -你們台灣生採一份 -壓殺你們台灣人民 -更慘 -不管怎麼樣 -然後你的手板都壞了 -你坐車被騙錢 -所以你覺得你很幸福 -還是很不好 -我非常的幸福 -你非常的幸福 -你剛剛電話一接通 -你就說你過得很慘 -你最近過得很不好 -我搞出你 -我跟那些傾斜有什麼區別 -他們說他們過得慘 -他們說是因為 -維大祖國的診者不行 -但是我說我過得慘 -都是把球你害 -跟維大祖國 -連關係都沒有 -所以我現在是 -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囉 -你仿屁 -那為什麼我會讓你過得慘呢 -中國哪有果子慘 -都是你們這些境外勢力早養 -所以你們的親戚 -跟你們村的人 -都是境外勢力 -就算是中國發生的事情 -也不可以往外說 -他們怎麼可以往外說 -你剛剛把這些事都往外說啦 -那些雄孩子 -伊玲號 -還有那些林玲號 -他們會反加你 -XXXXacco -他們才是嘴虧活動 -你不可以舉報我 -你要舉報 Я们 -你現在不也是翻牆跟我的連線了嗎 -我告訴你 -就算中國做了不好的事情 -家仇不可外洋 -國仇不可外洋 但是你剛剛都在外揚阿,我絕對會去舉報你 阿不然這樣,我把你這期影片剪出去 都給中共的國安局,還有網信辦,還有國寶 讓他們去決定你到底有沒有侮辱祖國 我直接說全村的人都是境外屍體 順便你的真實名字也給我,都去舉報 不給的道理辭屎喔 就這樣啦,我都給網信辦去舉報你啦,就這樣啦 祝你新年快樂齁 看你過完你會不會在這個國安局 再見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手國 共產黨他是在為了命 齁,你唱錯了 星島你唱錯了,你完蛋了你 我會去舉報你,你唱錯,連這個都唱錯 再見,我要去舉報你了,掰掰 我早耶,你好不通知 把我封鎖了,唉呦 看來以後大家看不到李先生可愛的精彩連線 他把我封鎖了 喜歡記得訂閱我,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,我是爸爸,下次見啦 掰掰,祝大家有一個美好的 初三初四的心眼